大家好,欢迎收看《行家论股》,我是汪婷芝 吉隆甲洞2021财政年第三个季度的净利暴涨了1.12倍 营业额按年增长39.4% 首九个月核心净利是年涨了62% 超越预期占联军国际投行研究和市场全年预测的88%和82% 因此行家上调本财政年的核心净利预测26% 该公司将在下个星期五寻求股东批准15亿令吉收购IJM种植56.2%股权的事宜 估计可以在下个月初或者月中完成 同时吉隆甲洞将在10月初发出全购现役文件给IJM种植的其他小股东 并与同月底完成收购 假设IJM种植能够维持当前的盈利势头 而且成功全购 行家预计可以提振吉隆甲洞2022财政年的净利4% 因此行家维持增值评级 不过调低目标价到22令吉49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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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折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